大家好,2020年11月20日第二部视频 内蒙古 黑龙江,吉林 下暴雪了 那边现在大雪 封山,也大雪封路 飞机 汽车 火车 行人出行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这个 很多说火车怎么还受制约呢 因为火车在这受自然灾害应该是影响最小的 没办法,雪太大 铁轨上面都上了很大的冰吧 尤其是最关键的是 现在东北也不知道谁搞的 很多火车都是电力机车 电力机车把这个电线通电的这个电源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这个电流来提供的 这个高铁啊或者是什么 都结了洞 然后那个短路了 没有电流 整个火车就趴窝 而且趴窝之后 车上这个 一应各种使用的器械设备都是用电来供的 包括马桶啊 取暖啊 水啊 这个手机信号什么的 全都完蛋 整个机场呢 那自然不用说 飞机是不行 汽车也是 大雪 封路 没法开 雪化了呢 也变成一地冰 也是没法开 一刹车 车就溜出去了 车祸不断 据说已经发生大小车祸上千起 行人让大雪大风刮的走不了路 有的风雪大的把人都吹倒了 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从年初开始疫情 然后就是人祸 这个封城 人间悲剧 接着就是不停的下雨 全国轮番下 洪水轮番来 也是天灾加人祸 好多时候把这个水库半夜偷偷的放水 半夜的把那个堤坝人工挖开 往那个非重要地区 往大城市有险情往小城市放 小城市有险情往农村放 也不给灾民也不给百姓提点醒 好多人的财产房屋 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还有仓库的货物等等 好不容易这个水清过去了 现在秋天稍微消停消停 然后又开始什么 冷冻 大雪又来了 也不知道今年冬天 温度怎么样 可别在像以前历史上 这个夏天大水冬天就会大雪低温 可别出现这种情况 再出现这种情况 人民生活更加艰难 而且这个疫情还有可能随着低温 大流行 好了 东北出现低温暴雪 这么个新闻 大家报一下 拜拜 拜拜